開!歡迎來緊月如天地! 2005年,36歲的胡幸儀笑容滿面地踏入婚姻殿堂,這一日她等了很久。 音樂響起,胡幸儀走向她的李承德,她的眼中已經泛起晶瑩的眼淚。 在這一刻,她知道自己的幸福來不易。回想和王忠澤在一起的八年,她心如都割。 剛剛還答應盛莊出席婚禮,但現在就沒有她的影子。 人生好似總是充滿遺憾和失落,時光不會為任何一個人而倒退。 然而回顧胡幸儀的人生,王忠澤始終是她要不過的彎。 1979年,香港一個普通的家庭,嬰兒的提哭聲令全家人歡喜不宜。 媽媽被女兒取名為胡幸儀,對她的最大期盼只是平安幸福的成長。 雖然家境不是很富裕,但是媽媽都會買她最喜歡的細群。 夕陽落下的餘暉,拉掌了媽媽牽著女兒的影子,然而幸福的時光這麼短暫。 不知從何時開始,媽媽開始夜不歸宿,而爸爸只是拿著酒杯一杯又一杯。 八歲的胡幸儀斬著天真的眼睛問自己的爸爸,媽媽去哪? 爸爸緊緊地握著女兒的手,深深地嘆了口氣,眼淚不自覺地流了下來。 那一刻,胡幸儀似乎明白了些嗎?媽媽走後,從來沒做過家母的爸爸,開始手忙腳亂地照顧胡幸儀的生活。 爸爸是一名警察,白天要上班,晚上好遲才回家。 董事的胡幸儀不得不學大人的樣子、洗衣、煮飯。 在學習方面,胡幸儀是別人家的孩子,成績總是名列前茅。 上中二那年,爸爸因為有公務員的津貼,胡幸儀獲得了留學愛爾蘭的機會。 十幾歲的孩子,單獨一人在異國他鄉生活,孤獨和無助可想而知。 童年的日子讓這個柔弱的女生吃盡了斧頭,但是也把她磨練為更加堅強。 就在胡幸儀一個人在愛爾蘭加南到日那時,一張志氣的黃中澤和張柏芝一起。 放了一盒檸檬茶的廣告,宣告正式進入娛樂圈。 這時誰都不會想到,不久之後兩個人會有一次非常浪漫的相遇。 留學生涯結束,反國之後的胡幸儀,成為了香港科技大學生物系的一名學生。 大學的生活平靜又美好,胡幸儀憧憬著未來。 沒有意外的話,她會畢業、工作、結婚,之後有一個溫馨的家。 但意外總會在不經意間發生,看似一個平常的選擇,卻改變了胡幸儀的一生。 1999年,二十歲的胡幸儀正在宿舍溫習功課,不知所謂地被失誘人到了香港小姐的報名現場。 胡幸儀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劇情似乎有些老套,抱著必勝信念的失誘為。 陷落選,而她卻成功地晉級決賽,站上了香港小姐亞軍的領長台。 本該歡喜若狂的胡幸儀,這時卻壓力很大,因為她身邊站的是有著李嘉欣之後最美港姐之稱的郭倩理, 和鄭佩佩的女兒袁子瑞,兩位港姐的卓約風姿,令胡幸儀陰淡無光。 五官不協調的她被稱為最首港姐。面對大家的嘲笑,胡幸儀無簡退回自己學霸的書式窩裡, 而是做了一個大家都無想到的決定,暫時休學,進軍娛樂圈。她要用自己的實力證明,我能行。 雖然胡幸儀並無驚人的美貌,但是仍然憑阿軍的身份成功簽約香港電視廣播公司。 但是從學生到演員的轉變,又怎會那麼容易。 沒有貴人助力的胡幸儀只能由群演做起, 然而群演的工資少得可憐,有時候辛苦一日連吃飯的錢都不夠。 從小習慣食苦的胡幸儀這時也感到迷惘,甚至幻想了抑鬱症。 那段時間像一匹馬在賽跑,戴著眼罩,其他的風景完全看不到。 只看到前面,不知道什麼樣的一個終點連續轉的生活讓胡幸儀吃盡了斧頭。 但是也正是那段時間,她在劇組學習到了更多的表演知識。 在公司的所有演員中,胡幸儀不是最有天賦的,但一定是最克苦的,而機會總會留給努力的人。 胡幸儀在演藝圈摸爬滾打了三年之後,她終於等到了流金歲月中的丁善恩一角。 這個角色讓胡幸儀瞬間擺脫了龍套的身份,而她演藝生涯的高光時刻也從此開啟。 之後的一年時間裡,她出演了《律政新人王》、《賞雲霄》等作品,更是成為頒獎典禮上的常著嘉賓。 而之後的一部電視劇令胡幸儀家遇護曉,也令她遇到了自己心愛的人。 2005年,《我的野蠻奶奶》在香港播出《胡幸儀成為觀眾喜愛的女主角》。 電視劇中,胡幸儀飾演的田力和黃宗澤飾演的寧茂春,是一對歡喜冤家。 而在電視劇拍攝過程中,胡幸儀的眼神總是落到進日的黃宗澤身上,眼中盡視少女情懷。 黃宗澤更是將個邊咀含笑的女生放在心上,不單只是日常拍戲中端茶送水。 細心呵護,更是在劇組放假的時候發了六百多條信息給胡幸儀。 黃宗澤的關懷令從細缺愛的胡幸儀感受到了久違的溫暖。 兩人的心也都漸漸地向對方靠緊。月亮掛在樹梢,他們在星星的見證下掀起了彼此的手。 沉浸在愛河中的兩人,恨不得向世界宣告他們的關係。鏡頭下的兩人滿臉幸福。 一個是歲氣小生,一個是當家花旦。身為銀幕情侶的兩人更是得到了觀眾的祝福。 但是此時公私卻成為棒打鴛鴦的惡人。而黃宗澤的粉絲更是將胡幸儀當作洪水猛獸。 兩人被逼成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任何場合都以朋友相稱。 無數次,胡幸儀都想光明正大地幻想男友的手。但是,李志環是戰勝了情感。 他不能將男友的前途當作儀器。為了明正言順地同進同出,胡幸儀斥之三千萬買了黃宗澤樓上的家。 但是,作為藉口的家自然無人居住。胡幸儀成為了黃宗澤家事實上的女主人。 給對方做愛心早餐,整理屋站得乾乾淨淨淨。而這一打掃就是八年。 黃宗澤更是將胡幸儀捧在手心上,不單止給胡幸儀買車、買屋。 得知胡幸儀喜歡水晶鞋,他就在過生日的時候送了上獨一無二的水晶鞋。 從來沒當眾說過我愛你,但所有人都知道我愛你。 如果兩人一直禁傷愛下去,遲早步入婚姻殿堂。 胡幸儀也都在幻想著這一日的到來。但是有了名氣的黃宗澤開始不安憤起來。 最後兩人仍然已分手告終。近段時間,胡幸儀和好姐妹胡定欣、黃志文、李思華以及姚子玲, 在國外舉辦世界巡迴演唱會,可謂忙得不可開交。 雖然是國外開演唱會,但演唱會門票卻是一槍而空。 胡幸儀的丈夫李成德更是化身貼身保母,全程陪伴在老婆身邊。 不知不覺,胡幸儀和李成德已經結婚八年了。 最近,合逢兩人結婚八週年紀念日,李成德也是在社交媒體上曬出兩人的合照,又受了一波恩愛。 李成德分享了一張,兩人八年前攝了婚紗照。 上片中,兩人逆著光臂挨著臂。雖然看不清兩人的面容,但兩人的輪廓清晰可見,非常浪漫、有氛圍感。 在2015年尾,胡幸儀宣布閃婚李成德。 當時外界都大感震驚,畢竟李成德是他的好姐妹李思華的前任男友。 不少網友都在這樣談,難道不尷尬嗎? 現在回頭再看,外界的擔憂是多餘的。 因為每次胡幸儀和姐妹聚會,李思華和李成德幾乎都沒有避嫌。 兩人亦時不時會同寬合照,所以兩人當時亦都是禍平分手,分手之後再見亦是朋友。 不得不敢嘆,時間真是很快。 自胡幸儀和李成德在2015年宣布結婚之後, 他和TVB 的合約亦順利到期,他亦簡離殘發展。轉眼就過了半年了。 這幾年,胡幸儀的事業重心全部投放在內地。 在內地拍劇參加各種綜藝節目,甚至好火的《乘風破浪的姐姐》。 央視的春節聯歡晚會,她都有參加。 算是近些年來,到內地發展的TVB藝人中,很成功的一位。 眾所周知,胡幸儀和李成德結婚之後,夫妻倆都一直在努力做人。 她分別在2017年、2019年以及2021年年年生了三個兒子。 所以一度被外界調刊,命中缺女。 結婚六年生了三胎,夫妻倆的效率仍然蠻高效的。 在今年上半年接受傳媒訪時,胡幸儀熱曾向傳媒飲食。 可能會追生第四胎,因為想生一個女孩子,臭成好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胡幸儀生了第三胎不到半年後。 她就火速宣布復出了。 而當時她也在內地開工,雕下阻不到半歲的兒子。 胡幸儀之所以這麼努力,是因為家裡需要用錢。 網友都在看,畢竟家裡有四個人等著她去養。 可能關注胡幸儀和李成德的小夥伴都知道, 這幾年李成德已經多次被捕出吃軟飯。 是假富商的新聞來助。 兩人結婚的時候,外界曾爬出李成德是獵頭公司老闆, 同時也是酒吧老闆。 但之後傳媒爆料,李成德只是酒吧老闆, 並沒有多少資產,甚至終不與胡幸儀有錢。 面對傳聞,胡幸儀和李成德多次進行否認。 但外界對於兩人的說法,似乎並不相信。 因為時至今日,仍然有新聞在爆料,李成德在吃軟飯。 不管怎樣說,胡幸儀和李成德結婚半年, 感情仍然如此穩定,確實也很難得。 胡幸儀經常都會在社交媒體上, 分享一家人的合照,一家五口看起來非常幸福。 最後,也再一次祝福胡幸儀,李成德結婚八周年快樂。 今天的節目就到了這裡,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